第1049集 霍宇浩取出那枚幽香起落仙丹 一层淡粉色的光韵从仙丹中释放出来 散发着淡淡幽香 围在周围的众人闻到这股香气 都不禁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哪怕是对这亡灵败为面 极为厌恶的叶古衣 都感觉自己轻松多了 幽香起落仙丹的淡粉色光韵 落在唐雅身上时 仙丹骤然闪亮了一下 光韵颜色顿时变得深了几分 唐雅焦躯微微一阵 整个人的身体顿时有些轻微的颤抖起来 很快他皮肤表面上就浮现出了蓝黑色的纹路 就像是他那暗黑蓝阴草上的花纹一样 霍宇浩取出一枚银针 在唐雅手指上倾刺一下 一滴鲜血滑出 霍宇浩手中的幽香起落仙丹 向前递出 将这滴看上去颜色 有些暗淡的鲜血积了过来 幽香起落仙丹 原本是淡粉色的 积了这滴鲜血之后 顿时变成了深粉色 而那滴鲜血就像是沸腾的一般 蓝黑色的雾气徐徐生腾 霍宇浩另一只手 遮挡在幽香起落仙丹上方 兵地之熬释放 在极致之兵起息的作用下 升腾而起的蓝黑色雾气 顿时凝结成粉末 吸附在了他那极致之兵的 钻石冰晶上 而幽香起落仙丹上的那滴鲜血 被净化了 但鲜血本身却变成了浅粉色 一点都没有正常血液的那种红色 能够感觉到 这滴血液中蕴含的生命力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着 虽然本身还有一些血液的特性 但和正常血液已是截然不同 看到这里 就算是对毒素没有任何研究的贝贝 也明白了霍宇浩先前所说的 那邪的含义 这邪毒已经完全渗入了唐牙体内 不只是血液 骨骼 经脉 甚至是灵魂和武魂 完全都受到了这邪毒的影响 邪毒和他的生命力 已经完全结合在了一起 给他解毒 就相当于是 再帮他将生命力释放出去 霍宇浩 调转手掌 仔细地看着掌中蓝黑色粉末 同时也释放出精神力 辅助嗅觉和视觉 辨认这种毒素 他心中还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 他上次从冰火两一眼那里 带出了大量的天才地宝 如果能够解毒的话 有那么多好东西 应该是足够的 但很快霍宇浩就失望了 扮上之后 他抬头看向贝贝 轻轻地摇里摇头 道 大师兄 没有别的办法 我仔细感受过了 这邪毒十分复杂 是一种混合性的剧毒 本身就是由多种剧毒混合制作而成的 因为融合了小阳老师的生命力 各种毒素已经完全集合在一起 根本没办法单独辨认出来 而且在这种胁毒之中 还有着强烈的精神气息波动 应该是将胁毒 打入小阳老师体内那个人的 我没办法单独 为小阳老师解毒的同时 把生命力剥离出来 贝贝微微汗手道 我明白 雨昊 你尽力而为吧 嗯 不过大师兄 你放心 我也有一定的把握 为小阳老师许名 以这邪毒 与小阳老师结合的情况来看 如果继续让他中毒下去 恐怕最多半年时间 邪毒将完全占领小阳老师的身体 到了那时候 小阳老师的灵魂 都会被这邪毒吞噬 就再也没办法唤醒他了 现在的话 为小阳老师解毒这个过程 也需要半年左右 也就是说 小阳老师还能活半年 在解毒的过程中 他是不会死去的 但生命力会不断流逝 他人越清醒 身体就会越虚弱 当他最后记忆完全恢复的时候 也就是生命力流逝殆尽的一刻 但是 我手中有生灵至今 凝结而成的生灵守望之人 从现在开始 让小阳老师随身携带着 生灵守望之人 凭借生灵守望之人 散发出的生命气息 至少可以为他不断的补充生命力 这样一来 小阳老师至少就能多活一年以上 给我们充分寻找蓝英皇的时间 听霍宇浩这么一说 白白顿时大谢过望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玉浩 谢谢你 谢什么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我和你一样希望小阳老师恢复啊 徐三十在一旁问道 玉浩 那生灵守望之人上 蕴含的生命力那么庞大 难道 就不能帮小阳老师恢复吗 生命力流逝了 可以通过他完全补充吧 如果是一般人 或许还有这种可能 但小阳老师这种情况 却是完全不行的 因为他流逝生命力的同时 生命本源也在瓦解 五魂也在瓦解 也就是说 小阳老师的身体 如果是一个容器的话 生命力 就是里面的水 只有充足的水 才能保持足够活力 但是 现在容器都坏了 无论向里面注入多少水 都会流逝出来 只能说 是里面一直有水流淌 让这容器破碎的速度减缓一些 让它活得更久 而找到了殷皇 就是将容器修不好 让它重新 又承载水的能力 到了那时候 生命力就会自行诞生 哪怕没有外在的补充 也会好起来 徐三十恍然道 哼 原来如此啊 居然是如此复杂 贝贝道 好了 于昊 那你现在就开始吧 无论最后如何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 好 大师兄 你抱紧侠老师 稍后他会十分痛苦 但这第一次去除毒素 十分重要 至少才能够保证 他的身体 能够不再被协毒 继续破坏 嗯 贝贝抱紧唐牙 他此时的脸色 已经快和唐牙 一样苍白了 多少年了 他都没有像现在 这么紧张过 霍玉后右手 托着幽香起落咸丹 送到唐牙面前 这仙丹 那是幽香起落咸品 修炼多年的精华所在 本身的解毒效果 甚至要比幽香起落咸品 本身还强 柔和的粉色 在魂力的催动下 向唐牙体内涌去 唐牙的身体骤然一颤 整个人的皮肤表面 在此涌起了那紫黑色的纹路 幽香起落咸丹上 释放出的粉色光韵 与那蓝黑色 接触在一起 顿时唐牙身上 竟然出现了 淋漪般的光韵变化 那些紫黑色 似乎被幽香起落咸丹的粉色 化开了似的 在唐牙身体表面 荡漾起来 唐牙的身体 顿时剧烈地颤抖着 豆大的汗珠 几乎是瞬间 就从额头上浮现了出来 而这些汉珠上全都带着淡淡的蓝黑色 霍宇浩一只手托着仙丹 另一只手掌 掌心内凹 手掌上覆盖着冰地之凹的钻石冰筋 在以唐门控和秦龙之法 经着袖满了袭毒的汉珠 袭射入自己掌中 汉珠接触到霍宇浩的冰地之鳌 迅速凝结 渐渐地霍宇浩掌心出 一块蓝黑色的冰筋 就渐渐出现了 而唐牙身上 不断有蓝黑色的汉珠飞起 身体上的 甚至是从衣服上 直接透出飞升 宋老摆了摆手 徐三世等人的脸色 顿时变得古怪了几分 但还是纷纷转身走到一旁 各自修炼去了 只剩下萧萧 江南南 叶苦衣和南秋秋四女 围在旁边 宋老是怕在疗毒过程中 唐牙的衣服会出现破损 霍宇浩是治疗者 没办法 但其他男人 自然都是要赶走的 唐牙的身体颤抖越来越厉害了 但她的生命气息 却越来越弱 正在这时 霍宇浩没心处 命运之眼悄然张开 一道柔和的精神力 阻盖在了唐牙的额头上 帮她稳定着精神之海 同时一道闭光电射而出 寻浮在了唐牙头顶上方 然后缓缓落下 悄然贴合在她胸口处 正是生灵守望之人 生灵守望之人一出 顿时空气中充满了浓郁的生命气息 霍宇浩眼中光芒一闪 一道扭曲的光影 在她身边凝结成形 竟然渐渐变成了另一个她 这扭曲的光影 开始时还有些虚幻 但很快就变得凝湿起来 宋老心中暗静 有形有制精神力 渐渐凝结成形的霍宇浩精神体 悄然向前 来到唐牙侧面 精神力催动 注入到生灵守望之人中 控制着生灵守望之人的生命力 向唐牙体内流淌 直到这时 唐牙体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一层 淡粉色的光运 身体的生命力虽然在流逝 但从生灵守望之人中 灌注到她体内的生命力 却更加强盛 至少维持着她 现在的生命力足够庞大 抱着唐牙的贝贝的脸色 却一点都没有好转 因为她能清楚地感觉到 先前霍宇浩所说的情况了 生灵守望之人上 那庞大的生命力流入唐牙体内后 就会从她全身的毛孔处栩栩溢出 反而是注入到了她的身体之中 令贝贝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在这澎湃生命力的作用下被滋润着 要是化了平时修炼的时候 贝贝当然会很开心这种情况出现 对于任何魂师来说 自身的生命力提升都意味着体质增强 对未来修炼者有着不可多得的好处 可眼前这种情况 贝贝又怎么开心得起来呢 生命力从唐牙体内溢出 就意味着她不能吸收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霍宇浩掌中的蓝黑色冰毒 已经变得有八正大小 而从唐牙体内溢出的蓝黑色汗株 颜色也终于变得浅了一些 唐牙的身体在霍宇浩的精神力抚慰 以及生灵守望之刃的生命力注入下 终于变得平静下来 沉沉地睡着了 毒兵在膨胀一圈后 霍宇浩收贵了幽香起落先丹 同时也将那块毒兵 暂时收到了自己的储物昏倒器之中 有极致支兵的潮低温 这胁毒也闹不出什么麻烦来 霍宇浩送了口气 站起身来 但他的精神体却依旧在持续 控制着生灵守望之人 向唐牙体内输入生命力 维持他体内生命力的旺盛 虽然这样做并不能增强唐牙自身生命力 但人体在有足够生命力保持的情况下 身体机能的恢复速度就会更快 所以也并不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贝贝焦急地看向霍宇浩 霍宇浩向他点了点头 大师兄放心 小阳老师的情况还算稳定 这次排毒之后 至少将表面的大量毒素都已经吸出来了 不会让他再被协毒持续入侵 不过这样一来 小阳老师的身体会比较虚弱 还有你照顾他 贝贝道 那小阳醒过来后 能够恢复神志吗 霍宇浩苦笑着摇着摇头 恐怕很难 具体会是什么情况 我也说不好 但小阳老师 被协毒入侵时间太久了 精神之海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就算是要恢复 也需要时间 而且要随着协毒更多的排除 才有更大可能恢复 大师兄 你陪小阳老师多说实话 会对唤醒他的记忆很有帮助 尤其是多说一些 你们过去印象深刻的事情 好 谢谢你 于好 贝贝知道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这生命力注入 还要持续多长时间呢 霍宇浩精神探测释放 感受着糖亚血脉 以及身体状况 略作沉吟后 大约 还有半个时辰吧 让霞老师的身体机能 在生命力促进下进行修复 这样 就能最大程度地延长他的生命 只要在期间 我们能够找到蓝音黄 唤醒霞老师五魂 以及身体本源的生命力 就能够将他治好 那时候 再为他注入生命力 就不会消失 而且他自身也能产生生命力 听了霍宇浩的解释 贝贝略为心安了一些 经过第一次解读之后 小雅的情况至少不会再恶化 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可能地去寻找蓝音黄了 大师兄 我突然想到个办法 你听一下 看看行不行 嗯 贝贝眼睛一亮 因为日月帝国的入侵 咱们十来个城扩张 目前十来个城 已经成为大陆暂时最安全的地方了 至少 原属斗罗大陆三国的人 是这么认为的 在我们十来个城内 各国势力都有 我们唐门 随着这些年的发展 已经越来越被人所熟知 我看 不如我们对外发布一个 寻找蓝音黄的任务 只要提供可靠的消息 并且让我们顺利找到蓝音黄 我们就以唐门的名义 答应对方一个 不违背道义的条件 或者是一批浑倒器作为仇谢 我们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但如果能够发动 原属斗罗大陆三国的 所有人脉去寻找 那么找到的可能性 就要大得多了 听了霍宇浩的话 贝贝微微一冷 然后眉头紧促道 不 这样不行 不能为了小雅 让唐门背负上这么沉重的包袱 我们根本不知道找到的人 会提出怎样的条件 我不能为了自己和小雅 就给宗门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就算是要悬少 也应该是我个人答应对方一件事 不 大师兄 你个人的说服力 不够的 我不怕你不爱听 无论是我们之中的谁 个人的能力 都不足吸引国家的力量 为我们去寻找东西 但唐门不一样 现在原属斗罗大陆三国 都用过我们唐门 臭产的混大气了 他们也知道 我们和史莱克学院 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我们发布任务 就足以吸引他们的主意 从而为我们去尽心尽力地寻找 玉浩 我知道这是好意 但是这个不行的 我们唐门 好不容易采用了今天 不能为了小雅 怎么不行 我们觉得行 江南南突然插眼 南南 贝贝抬头看向江南南 江南南目光坚定地道 贝贝 你还记得当初 我们加入唐门的时候 是为了什么吗 我们并不是为了拥有一个 多么强大的宗门 我们是伙伴 是朋友 说得严重一点 小雅才是我们唐门的门主 你只是代理她 行使主掌唐门的权利 现在门主有难 难道我们唐门 不该全力以赴救助吗 而且不只是小雅 我们唐门上下一体 任何一个人遭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都应该 不惜余力地去营救 唯有如此 才能展现我唐门的凝聚力 才能让唐门的每一个弟子 为宗门尽心尽力 以宗门为家 所以我觉得 语浩的办法十分可行 是完全可以的 不信 你可以召集大家问问 看有没有人反对 听着江南南的话 贝贝沉默了 此时此刻 她只觉得一股暖流 在胸中流淌 这些年 因为小雅的失踪 她其实一直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将自己的全部精力 都放在修炼和发展唐门上 霍玉浩和江南南的话 让她感受到的不只是温暖 更是一种宛如血浓于水一般的亲情 尤其是那句唐门上下一题 是啊 我唐门上下一题 有着无尽的凝聚力 江南南见贝贝低下了头 扭头向霍玉浩说道 玉浩 就这么说定了 回去之后 我们就发布这个任务 相信大陆三国都会感兴趣的 好 霍玉浩立刻答应一声 贝贝长出口气 轻轻地点了点头道 谢谢 我替小雅谢谢你们 萧萧笑道 大师兄 你替小雅老师谢我们什么 我们都是朋友 这本来就是大家的事情 有了这个定计 贝贝顿时心情大好 如果发动元首斗落大陆三国的力量 最终都不能找到蓝银皇的话 那也确实是唐雅命中该绝了